很多人认为在沙漠进行植树造林 根本就是在压榨所剩不多的地下水 甚至英国《自然科学》杂志也公开宣称 中国大规模植树可能会加剧水资源短缺 那么植树造林真的会使沙漠汗上加汗吗? 我国如此热衷于在沙漠中植树造林 会不会对环境反而有危害 这里是知识TNT 一提到沙漠 我们就会联想到干燥、荒芜等各种关键词 而且这些词语无一例外都与干汗有关 但事实上与大多数人的常识不同 其实干旱的沙漠只是缺水而不是无水 沙漠中也是存在水资源的 而且这些水资源不止一种来源 以我国的新疆地区为例 由于身居亚欧大陆内陆地区 四周的海洋水器难以到达 再加上其他自然环境限制 最终导致这里形成了我国面积最大的荒漠带 但是要知道 并不是只有降水才能带来水资源 冰川溶水也是水的重要来源之一 新疆附近的天山和昆仑山上 由于海拔较高 常年有大量的冰川分布 带到温度上升到适宜条件 这些冰川会自然融化形成流水 最终汇聚进入塔里木彭地地区 为这里的动植物和人类提供适度的水资源 虽然这些水资源不够充足 难以彻底改变西北地区的荒漠环境 但它也足以支撑这里的少数动植物和人类的生存 在阿拉伯半岛地区 这里的国家由于石油开采工业发达 因此也用同样的方式抽取和开采地下水资源 从而维持基本生存 甚至还利用地下水资源种出了一定面积的小麦 另外由于沙漠地区缺少植被覆盖 因此夜晚保温性较差 与白天较高的温度形成强烈反差 只要空气条件合适 极易出现雾气凝结水 比如在南美洲的阿塔卡玛沙漠地区 虽然这里年降水量十分稀少 但是由于靠近海洋导致当地多物 生存在这里的人就发明了补物网等设备 为的就是从雾气中收集水器而获得水资源 除了这几种来源 距离海洋较近的荒漠地区 也可通过过滤海水获得水资源 但由于目前人类的技术有限 导致过滤海水成本较高 因此也无法适用于所有国家 综合比较各种沙漠水的来源 冰川溶水除去蒸发掉的部分 最终也会汇聚成地下水 长久储存 而大气水凝结水资源实在有限 海洋过滤水成本实在太高 因此在沙漠中地下水 才是最稳定可靠的水资源 只要开发得当 就可以解决当地水资源问题 正是由于地下水 在沙漠水资源中的重要性 才会使得当地人 不允许任何危害地下水的情况发生 一直以来 不少人相信植树造林 不仅不会增加地下水 反而会压榨沙漠地下水的说法 这一认识更是由于英国《自然科学》杂志的言论 而遭到了更多人的误解 知识TNT需要指出的是 认为植树造林 会压榨沙漠地下水的说法是错误的 植物根系发达 可以深入地底吸取地下水 以供自己存活 因而会在一定程度上 消耗地下水资源 但这只是暂时性的情况 因为根系不仅是植物水分的输送管 更是植物所需水分的储藏器 除了部分水分供于植物成长 多数地下水仍旧能储存在植物根系附近 所以不存在地下水被压榨殆尽的情况 而且就算出现植被过度吸取地下水的问题 这也主要取决于植树造林选用的植被 以及造林规模是否合理 类似的情况 只要通过人类科学合理的规划 事实上完全可以避免发生 与这个说法恰相相反 我国通过植树造林工程 种植大量绿植 不仅不会加剧沙漠地区水资源紧张 反而由于绿植涵养水源 保持水土的作用 可以有效缓解地区荒漠化的问题 西方人大肆传播污蔑中国荒漠治理成就 其实是在阻碍我国荒漠治理 攀登更高的山峰 作为中国的普通人 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并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我国的植树造林工程 为我国荒漠化治理 做出自己的贡献 目前全球荒漠化面积 已超过3600万平方公里 占地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 而我们中国 更是世界上荒漠问题 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截至2014年 我国共有172.12万平方公里的 沙化土地面积 占据了国土面积的17.93% 而261.16万平方公里的 荒漠化土地面积 更是占据了国土面积的27.20% 为了治理荒漠化 保护生态安全 以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 70多年以来 我们在全国各地都进行了广泛的植树造林 退耕还草 退耕还林运动 据统计 在近10年间 我国累计造林就达到了9.6亿亩 全国森林覆盖率 也从原来的严重不足提高至了24.02% 为全球贡献了约四分之一的新增绿化面积 我国因此成为了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快最多的国家 这一系列成就令世界瞩目 库布奇沙漠作为我国第七大沙漠 被称为死亡之海 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 过去的库布奇沙漠由于风沙肆虐而人际罕见 后来经过系统的植树造林和风沙治理工程 这里逐渐实现了由寸草不生 到风吹草地献牛羊的历史性转变 如今的库布奇沙漠 已经成为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 被联合国环境署向全世界推广 类似库布奇沙漠的治理成就 只是我国众多荒漠治理工程的一小部分 比如塞罕骑骑 幼玉骑骑等同样也是 我们已经在世界上 缔造了一步又一步荒漠化治理的英雄史诗 而且这些史诗仍将继续谱写并传唱下去 荒漠化作为全球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 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像我国一样 能在治理荒漠化问题上取得如此傲人的成就 如今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国家饱受荒漠化问题侵扰 而且即使我国荒漠化治理成绩斐然 我们也并未完成国内全部荒漠治理工程 正如全球气候变暖 影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需要世界各国连起手来 共同治理一样 要使荒漠化问题得到彻底根治 每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 必须全世界连起手来 共同应对荒漠化问题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明确表示 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 早在2017年我国就成功举办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 大会上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为全球荒漠化治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是对我国荒漠化治理工程的极大肯定 可以预见在我国的强力带领下 在世界各国的齐心协力下 荒漠化问题迟早将不再是困扰人类生存的难题 作为普通人 我们要改变对植树造林压榨沙漠地下水的误解 不应该质疑我国为治理荒漠化而采取的一系列工程 相反要积极为解决中国乃至世界的荒漠化问题出谋划策 与此同时 我们更要始终相信我们自己的祖国 时刻警方有心人对我们的知识渗透 知识TNT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 我们下期再见